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都毕业好几年了 他还是那么幼稚 他不懂我的梦想 也不肯听我解释 他不和我商量就辞了工作 非要考研 他这种三分钟热度的性格肯定考不上 现在为了考研 连孩子都不生 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 连他也不相信我 我真的太累了 把眼泪装在心上 挥开出勇敢的花 现实和梦想有那么大的冲突吗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超 34岁来自哈尔滨大学老师 女嘉宾小韩 29岁来自昆明戴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会儿两年是吗 对 两年多了 想要孩子 喜欢孩子 你想考研 对 都不耽误呗 就一边要着孩子一边考研呗 其实主任是这样 你看我们两个从08年到现在吧 已经9年了 时间也非常非常长 我对他也非常的了解 你说他现在工作了 都结完婚了 也没跟我商量 就把工作给辞了 回来说考研 你说这事的话 我能不生气吗 那我能跟你商量 我商量你能同意吗 那咱俩现在是个家庭 你总不能是你自己想大人 说法都辞被辞了吧 咱们现在你说房子有贷款 吃喝拉搭睡也得需要钱 你说你突然你不工作了 咱怎么生活 我就觉得吧 他其实一点都不理解我 我之前其实一直跟他说 这个工作我做得其实很不开心 但是他每次都说 你看看人家谁的工作 能做那么开心 大家不都这么过吗 跟他说很多次 他都说你就接着做吧 所以我没办法 我只能不和他商量 就把工作资了 其实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 我是希望我能考上研 让我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好的 但是他就是不理解 反正从我这个简单的人看来 我觉得木已成舟了 抱怨都没用了 该考考杯不就完了吗 你抱怨也没用了 所以你们是这样 因为我对他太了解了 他这个人呢 就是其实做什么事呢 都是眼光手滴 头脑一热就去做 然后呢都是三分钟热度 你比如说你说 你说考研发考研回家了 回家之后呢 我发现他天天拿手提看 一天我几个小时呢 看就算多的了 偶尔的话呢 他还平时还建设做个模特 把他去走秀去了 那你说就这样的话 他能考上研吗 你看就他这个事啊 真的是在非常多事上 都能体验出来 比如之前我们在网上 看一个宠物 特别可爱小小狗嘛 然后他特别喜欢动物 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老公你看咱俩就养只狗嘛 天天跟我说 后来没办法招有个朋友 有个狗 那就把狗牵了 牵的时候前两天呢 他对着狗吧 特别的这个照顾 天天又熟着这个狗屎狗尿嘛 去那个喂什么的 过了这期间就不管了 狗的事全扔给我了 那段时间我工作很忙的 而且我觉得吧 你养一条狗 你也不能说是 光跟他喂喂食洗洗澡就行吧 你还得陪他玩对吧 那我就觉得你喂食了 我陪他玩了 我们承担一半不行吗 那我也可以陪他玩啊 那你天天熟手狗去啊 对不对 当初我非得不让养 是你是要养的话 然后跟我承过的 这狗都你熟识 其实他就是这样 他总是三天热头 是吧 过了一个劲的话就没了 我现在不也是 为流浪猫喂了半年了吗 这你就不能看到 现在的我的改变吗 主任你说他为流浪猫 你说咱们都只 流浪猫你用溜吗 流浪猫你用 去天天帮他熟识吗 他跟这样也不一样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例子 可以证明他是一个 你眼中三分钟热度的人吧 这种例子太多了真的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上大学 他那时候看别人弹极的 就好听嘛 然后就要学 那我当时知识吧 因为一个学起的嘛 但当时我们生活费 一个月我俩家一份 两千多块钱 他买把极的花了一千多 然后最后呢 学了几天就不学了 现在极在家扔着呢 你说钱不也白交了吗 你不就这样吗 一千多块钱能怎么样 半个月生活费 你看吧 他就不为我们之间考虑 就为自己考虑 还有你说前段时间 非要学钢琴 他对一个乐器 特别就感兴趣 我说你学钢琴 我说家里不能给你买钢琴嘛 你要是再练两千 你不练怎么办 我说那行 咱去报个班去吧 花三多个钱 报一个班 上了两堂课 课不去了 完了我就特别生气 完了我说你该钱都交了 你说得去上课 就为人事还跟我吵架 说那我不愿意去 我不去了 我就哪有这样的 不是那钱不也退回来了吗 而且我就想问问 在座的各位 你们这辈子中 有没有经历过 就尝试一件东西 半途而废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啊 你不尝试怎么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呢 忘记我尝试了我才知道 乐器这种东西吧 它是需要天赋的 我觉得左右手配合不起来 能怎么样呢 你看他说那个天赋 就是说那个弹琴没天 那我跟你说一个 不需要天赋的事 我吧平时愿意健身 然后因为我原来是 运动员出身嘛 然后呢我有一次呢 我说上健身房去练练去吧 他不干 说你看那个健身房 小姑娘那么多 就不让我去 我说那行的 我就得家练吧 然后我在家下了一个 就是运动的软件 平时练完的时候 得照个照片上传 然后记录一下 这段时间的健身效果 然后后来他看上去之后呢 就非常生气 说有人给我留言了 又怎么怎么地的 你说人家小姑娘给我留言 我又没给人回 这是前提啊 后来呢 他呢就是说 因为这个事的话 就跟我信誓旦旦旦说 说你看你要健身 那我也要健身 然后说这是个好事啊 对吧 又半张年卡 半张年卡又是 三天咋有两天赛往 去了几天又不去了 这钱又白花了 不是首先吧 你要是照那个照片 你可以给我发对吧 那你说那小姑娘说 哎呀你好性感呀 那别男的这么宽 你能开心吗 其次呢 我是觉得以前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所以我没建设多 我就没去了 但现在我马甲线 不也练出来了吗 你就不能看到 现在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吗 是你现在是练出来了 但是你说咱俩出九年了 我对他人太了解 九年前就跟我说 哎呀我天天要健身的 要运动了 咋去跑跑步 九年了 你才把马甲线练出来 那考研我也等九年 我今年三十四 你都二十九了 你就咱就这么 掰手指头算 你说你今年考研了 是不是你得三年能毕业吧 倒是毕业三十四五了 三十四五我都快四十了 那时候才有孩子 一对孩子不负责吧 第二的话 对你健康也不好吧 这最重要咱父母能等吗 现在是啊 所以他特别不切实际 就是什么事呢 就是不为这个家来考虑 总是在自己的角度 谁都有梦想 我还有梦想呢 那既然都结婚了 咱是不是得往这个家使劲啊 而且主任我跟你说 他不光生活这样 就是在工作当中呢 还假经浪 那你说那种假经浪那种状态的话 就即使你考上研 不懂得这个社会的人情冷暖 人情失败 最后的话 也是不能成功啊 你说他原来在工作的时候 同事聚餐去吃饭 然后下属的话 给领导敬个酒 一桌的人全去了 他自己宰着 那我酒精过敏怎么办啊 酒精过敏 你喝饮料也过敏吗 喝汽水行不行 咱喝水去 咱装个杯过去 是不是 我就觉得吧 在这种场面上说那种话 就觉得特别的虚伪 本来就是我工作做得很好 就可以了呀 那你说你工作做得好 那咱就说之前 你总迟到 是不是啊 完另外后来就是 头疼脑热就不去了 那也是对工作负责吗 不是 你搞清楚 我只是说我不想去 我什么时候请过假 况且了 我后来学心理学 我才知道 其实我后来总知道 总不想去 是因为我心里 已经不喜欢这份工作了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 反感的动机 所以我才不想去的呀 是不是 你看他又拿心理学说事 他现在又考心理学 但是你说 我一跟他说的时候 我说你看你 那个上班又迟到 又不愿意去 他说我现在想去心理学 其实我看就是懒 你得把懒的这个本质改了 你要不改的话 你考上学 我也没用啊 再说了 说你咱们现在 你说你不工作了 不赚钱 他怎么生活 现在的话 你说咱们两个 要挣钱的话 够这个家花 是不是 有孩子的话 还得需要攒点钱 你说咱俩现在突然就变成 我自己一个挣钱 这家里压力多大呀 怎么生活你说 有人 其实我吧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赚钱养家 这也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呢 有问题也不丢人 就他这种状态 我就让我非常生气 我说没法过这种状态 那你说你不工作了 回来就考研 你要考研的话 你真好学 能考上也行 然后你说他这种状态 天天散发热度 回来之后 看看书就不看了 是不是 你说咱俩待了 就一两个月了 你说 那你说你现在 你考研附计到哪了 是不是都没附计 而且他就生活 那个品质质量 腰圈还高 天天你说还有房贷 咱还得养车 吃喝拉搭 这压的全都扔我身上了 然后对生活还有品味 你说 平时他家是昆明的 喜欢花 我也承认 对吧 那你说在哈尔滨 大冬天的花朵贵 到了哈尔滨花店 十多块钱一朵 二多块钱一朵 一买买一把 我说你说 这钱花的 是不是有点 太值得了 我是觉得吧 我不要求说住什么豪宅 我让我的房子 漂亮点不行吗 我就尽我所能 然后让我的生活过得 更好一些不行吗 你买鲜花用来装饰 三天两头都枯萎了 你怎么装饰 我看不如买个仙长 在家里放好呢 那仙长 活时间又长 我真的 主任 我看那花 一把好几百块钱 三天四天 花没了 你放水的话 超过一周 所以 我这心呢 就躺起也似的 就跟天天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 你们俩是怎么结的婚 就是我觉得 我听完你们俩的讲述 就是你完全不该娶她 因为在你眼里 任何一个男人 不会娶这样一个女人 用你的说法 你看 任性 懒惰 做事没有持续力 那你为什么要娶她呢 我很好奇 对啊 你别娶了 其实主任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呢 因为现在都结婚两年多了 当时呢 就是说 我跟他也谈条件 我说你必须 对我个稳定的工作 这样的话 咱们才能结婚 然后这份工作 他可能做了快要三年了 然后我觉得 还挺稳定的 我觉得还行了 然后我就说 那行 那咋俩再结婚 而且他这个工作 做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想到 能突然能死 就是你死的话 你跟我说一下 你的意思是 你结婚的前提 是他得工作 对 是吧 否则你是不结婚的 是吧 对 我得让他稳定 那就是说你结婚的前提 不是因为爱和婚姻 而是因为他有没有工作 对 是这意思吗 我很爱他 我很爱他 但是他的性格 不不 你别说这个 就是你正面回答我 咱们别绕圈子 我关注的是这个 就是你跟他结婚 是有前提的 最后结婚 前提是他有工作 对 还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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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没工作了 这个婚姻就没基础了 是还是不是 是 是啊 那你娶的不是这个人 娶的是他那份工作呀 我也这么觉得 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稳定 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生活才能继续 因为我也年轻过 但是我结完婚之后 你现在也不老 你现在还是很年轻 80后嘛 是 但是我觉得结婚了之后 这一个家庭 就是两个人的事了 对吧 咱得为了这个家庭 就比如说 我也有爱好 你看我原来是 踢足球出身的 那我就还想出去踢球 还想挣点钱 因为踢球挣钱 肯定比我这个教书 要来得多嘛 对不对 那他也不同 那我也得妥协嘛 因为我是为了这个家庭 你踢球 你知道吗 主持人 他踢球 周末全都在踢球 然后节假日 十一五一 全在外面踢球 我过生日 他也在外面踢球 我妈来哈尔滨一年了 我说带我们去周边玩一玩 没时间都在踢球 然后踢完球永远要喝酒 喝到晚上就两点 是这样的 我在哈尔滨呢 有一个球队 每次要如果踢完球的话 那你说 你现在你跟朋友出去 还吃饭 那我们求着聚会 但是你说 他后来说 你看你回来那么晚 那我也妥协了 那我今天现在十点半 是吧 我就跟我哥们说 我说 这我媳妇让我回家了 那我就得回去 这我也不是在做妥协吗 另外的话 你说我踢球 我踢球的话 我现在就在哈尔滨踢啊 我也不往外跑了 要正常的话 要你看足球运动员 出去训练比赛 至少十天半个月 不是 你不是足球运动员吧 我是啊 我原来就是 现在还是吗 我现在是教足球的老师 对啊 那你就不是足球运动员 但是我现在踢业余足球的话呢 也会赚钱 因为现在足球环境好了嘛 所以我现在这个业余 就是有点半直接 那就应该不喝酒吧 半直接业余嘛 就是反正什么有力 你就向什么说嘛 所以我的核心问题是 你们俩来干嘛来了 他现在呢 就是太幼稚 我觉得还没有长大 不懂得人情事故 做事三分热度 如果他才是这种状态 说我不工作 我就要考验 就在家待着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婚姻 我感觉也很难再往下走了 听这话我觉得挺难过的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虽然可能现实很骨感 理想很丰满 但是现实达到理想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真的希望能给我点时间 精神世界我也相有 但是精神世界 至少见到物质基础之上吧 所以起码物质基础都没有的话 你总有谈理想 这能行吗 特别想考研 考研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说我要提高 还是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 所以我要通过考研这个途径 来改变我的生活 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有三方面原因吧 第一点是我学了心理学以后 真的是爱上了这个职业 我考了三级心理咨询师 然后准备再想往深了学 这是第一点 找到爱的东西了 第二点呢 就是我觉得工作干得不开心 我觉得一方面 可能是像他说的吧 我有点清高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真的是你有很多的能力 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别人能更欣赏你一些 包括你这些怪癖 这些清高 第三点呢 就是提高自己吧 还是想提高自己 改变生活的现状 好 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 这男人你爱他吗 这家你爱吗 我当然爱这个家也爱他 就是这个家很需要你 这个家的需要和你自己的需要 就是自我的需要和家庭需要 发生了冲突 怎么办 我觉得做一个女人 在现代这个社会中 如果你真的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追求 最终被抛弃的只会是你自己 男生 其实我也是想 在这个事上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这个平衡点呢 确实很难 好了 我的问题就这么多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看 一起进入丘比特门卷 其实我挺理解女士的 因为可能有一些曾经类似的经历 我想跟你分享 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 也在读研究生 我在很年轻时候做新闻访谈 我是在工作当中觉得自己 确实力不同心 所以我是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辞职了 然后出国去读书 就在国外留学很苦 无论是物质上 还是学业上的压力非常大 但我始终相信 虽然我不知道未来路会是怎样 但我觉得我努力 我去充实 我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一定是通向理想的一条道路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不同的是 你只心里藏了理想 但你忘记了 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撑 其实这条通往理想的所谓的光明的道路 是充满经济的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还做了一件事情 我怀孕生孩子 很苦的 我一边吐 我还一边要写论文 但是我始终相信 就是我们人生道路 理想 家庭 生活 都是要把它理顺了 才能拥有你想要的那种幸福和快乐 所以我觉得你稍微走得有些极端 其实应该把你追求理想脚步稍微放慢 去考虑一下 我这个人生 理想是一部分 家庭也很重要的一部分 怎样把它平衡 因为以你们家庭现在的情况来看 你找的这个爱人 他并不是像你一样 是一个理想主义 是一个浪漫主义情怀的人 他是一个务实的现实主义的人 没有对错 只是我们的从小这个形成的习惯 思维方式不一样 既然你选择了他 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放缓一点 自己追求理想的步伐 要考虑你枕边人的感受 而男士我想说的是 当然婚姻是现实的 但不能因为你曾经爱慕的 他那些美好 到了现实的婚姻当中 你觉得全部都是 让你看到很烦恼的事情 你忘记了他本身的美好 你只看到了因为你所认同的 现实主义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也需要调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通往理想道路上 会拥有更多的幸福感 谢谢刘老师 站在台前的是一对夫妻 但如果暂时把两个人分开 独立去听每个人说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以某些人的标准 我觉得南方所说的 要好好地过日子 不要乱花钱 要生活有稳定 年龄不小了要个孩子 等等等等 我觉得很朴实 很传统 很扎实 那我们的女方呢 在这个年龄 对自己的职业 有着自己的想法 的确每个人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对吧 那我应该做自己 愿意做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在坚守 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一天两天可以 时间长了 这个职业 会让我很痛苦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先讲一个故事吧 叫狗熊掰棒子 如果按照成功的标准 狗熊掰棒子 我们会说 这狗熊到最后 掰了很小的棒子 我们说 这失败了 那这是南方的逻辑 但是狗熊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见证了各种棒子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很愉快 这是快乐标准 所以两个标准不一样 那回过头来 今天我听到的主题词 是三分钟热度 我先问男士 有没有觉得 老婆的三分钟热度 越来越冰险了 越来越强烈了 之前好像 还不是那么的明显 怎么年龄越大了 越幼稚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 我来说一件事情 这里有一个问题 男方给女方 下了一个合咒 什么合咒呢 首先在标准 你如果有一个 稳定的工作 我才可能会和你结婚 不管你之前 多么喜欢我 多么追求 但这是我的一个标准 当然 这个对你来讲 可能是其中一个标准 没有它 有别的标准也可以 但是你有你的标准 如果婚姻继续下去的话 你得要孩子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 我要考虑 这个婚姻 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所以你发现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在不同时间段里面 你都有自己的 条件 对他来讲是一个压制 另外一个 三分钟热度是怎么来的 他每每有一个 喜欢的事情 我发现在整个台上 你都是用一种批评 指责的方式来进行 我告诉你 如果这样下去 三十分热度 最后变成两分钟 最后变成一分钟 最后一点热度就没有 生活不仅仅有道理 还得有快乐和兴趣 你太注重这种 所谓的生活的物质和基础 我理解你的心思 但生活还有快乐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善于 发现生活有快乐的人 寻找自我的人 但是他现在跟你在一块 慢慢的就没有了 他为了逃离你的魔咒 乃至于他只能靠快乐 和稍微自我一点 来寻找自己生存的 这种意义和身份 如果你不是这样 出口相逼的话 他会很冷静地想 我什么时候该要孩子了 我这个职业 该办跟你商量 因为你总是批评 所以我跟你商量 就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这一切 都是你用魔咒 来制造出来的 所以今天如果说 让我去做些 偏谱的这种点评的话 我觉得问题难方 更多一些 今天你画 也更多一些 而所有这些画 都是压抑 批评 指责 他只是在逃 在逃的当中 在找寻 还有那么一点点 让自己带来快乐的自我 当你闭上嘴 以欣赏的眼光 来看待他的时候 他会慢慢地 给自己画 他缺的不是道理 他缺的可能是 生活当中的体验 他把摔紧跟头 他缺的是 你对我的 作为一个老公 对我的关怀 而不仅是 以上为下 以老为小的 那样的一个 尊尊教导 让他没有自我 谢谢余老师 来 涂老师 你们俩加起来 就是一部名著 叫 傲慢与偏见 你是傲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作评伪拜托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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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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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祝他们幸福吧 来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情感道路上又遭遇了什么困惑